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部泰国恐怖片 死神的十字路口 又称鬼是虐 是由四个独立的短片组成 我看过之后觉得其中有两个韩式不错的 剩下两个就比较扯淡了 今天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短片 小标题叫鬼敲门 一个女孩子站在阳台上看风景 有一种女角式的感觉 突然出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女子角慢慢地走过来 怕到猫眼上看 外面什么人也没有 地上有个信封 女主角拆开看 原来是各种水费电费的账单 这无奈的表情 肯定是花呗又还不上了 女主角寂寞空虚之际 有个陌生的短信发过来 想认识你 女主角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女生一样 有些高冷不回 那个陌生的号码又发了一个消息 女主角还是不理会 结果断网了 女主角只好回到床上坐着 一个人的夜总是让人辗转反侧 没有男朋友就黏一下小狗吧 我觉得这位陌生号码就很会泡妞 只发了两个消息就不发了 鸡叉叫玉琴故纵 让女生觉得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同时又激起了女生的兴趣 女主角也是单身多年 就回了一句 你是哥哥还是妹妹呀 看到对方回信息说自己是个男生 女主显得很高兴 这真的是个单身多年的女吊丝 聊聊的笑嘻嘻 这种情景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时候的青春 女主很无聊的拨打了给她发信息的号码 结果是无法接通 女主问陌生人有没有微信 结果对方说自己的地方很窄 也没有钱买智能手机 所以没有微信 说还说自己已经一百天没和人聊天了 你是第一个 女主以为自己很心灵笑嘻嘻的 说自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发生车祸 腿已经三个月不能动了 陌生人开启了撂妹模式 问女主要照片 以防是个恐龙 那还聊个忙 妹子各种打扮各种整理发型 就发过去了 女主也收到陌生人的自拍照 还是刚刚发的那一张 女主很不满啊 你当老娘瞎呀 这分明是老娘发给你的 结果陌生人说 不啊 是我和你一起拍的呀 女主心里那个发毛呀 你没了我一个人你别吓我 还能不能聊了 女主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论坛 里面一段话解释让女主吓尿了 新闻描述的死者 跟这个陌生人的情况差不多 女主又仔细看照片 突然电脑关了 她环顾四周 手机好像被人一巴掌拍下去 似的甩到了床底下 然后她拿手去勾 勾不到 转手拿了东西想勾出来 结果转过来 却发现手机已经在外面了 有点诡异了 她很害怕 然后赶紧关机 结果手机自己开了 还发过来短信 我不喜欢你关机 我可以去看你吗 女主怕得要是赶紧找个旅游拒绝 不行 我怕我男朋友生气 结果短信回了 不 我正在看着你 你是一个人 妈呀 女主下的月经都给碰了 赶紧的关门锁窗 女主每走一步 轮到你的灯就灭一盏 虽然女主看不见 但是这个氛围 逼得甭解说 脚都开始流汗了 不知道是不是胜虚了 女主锁完门后灯就灭了 然后拿个手机照来照去 不是说来了吗 怎么还没有来 女主吓哭了 又收到一条短信 我已经在你房间了 此时女主已经气不成声 突然出现个人影 女主那个吓呀 就往后退 一直退到阳台上 女主跌下楼 刚好陌生人的灵车经过 摔死了 死不瞑目 原来陌生人生前和女友分手 在走的时候 被女主乘坐的出租车 刚好撞上 陌生人死前 和女主遥遥相望啊 难怪死后 都要来找她 怕死了 这个片段告诉我们 别和陌生人聊天 网恋的你们 小心点吧 好了 这期解除就结束了 第二个片段 我再在下期分享 欢迎大家评论互动哦 拜拜